你知道哪款车 吊打着秋名山车身团圆拓海吗 斯巴鲁一爆 这车在秋名山轻松赢到拓海 车身拓海唯一一只惨败 就是输给了他 我们来回顾一下 斯巴鲁是准备给拓海留下阴影的 他这里要死去他的绝招 黑水局过完卡 懵逼了吧 对方也会 这四局的斯巴鲁一爆是真的强 此次的86 已经换成了塞子引擎 而且这里还是秋名山 它的主场啊 跑了这么多年 这次一道数学题 球此次是藤原拓海的心理意义面积四个哨 这里面开斯巴鲁的 才是真正的秋名山车身 藤原拓海的老爸 藤原文泰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你爸爸永远是你爸爸 我们现在也用斯巴鲁一爆跑一场 游戏难度调成最难 感觉那个时代的斯巴鲁一爆 就是为拉力赛有生的 文泰的斯巴鲁 距离型号其实是 Impressor WRX Type ISDI 和损V 全球限量1000 它们将麦克风那么赚钱的嘛 这种车都搞得到 现在游戏里这辆也是 Impressor STI 不过 这是斯巴鲁为了 今年成立40重点 是连续产年三届 世界拉力紧到赛车 车内冠军台推出的 Impressor 22B STI 比文泰的辆更加稀有 全球只限量400台 这辆车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收藏梦想 这辆在游戏里要怎么得 其实很简单 需要定属这个位置的车房保护 记得到 这个地方要撞了 我们一起第一人称 看得更加刺激 刚才那个地方豪宅啊 现在是上山攀爬 好 这种路 就有点拉力的感觉了 好 前面是个游行班 这里购玩要减速 算数应该不跟我们降一下打 现在不知不觉已经第四名 我就来看一些精巧的瞬间吧 我这里好气啊 可能好不容易操作的钱了 现在又被追和了 兄弟 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里不太宅 不怪我啦兄弟 sorry 不小心装掉了你的车牌 好 现在重落第二名 前面这段是三人蓝蛇 下面这个段可以操车了 你来一个空中的视角 这里将个挡 把专属的速度都抵上来 操车 接下来没什么悬念了 到最后的重置阶段了 后面的车跟着挺紧的 好 到终点 后续大家选后玩什么车 也可以跟我说